Hey guys, it's me, Rowe-Wen Hwang, again 版主我 先自我介紹好了 我叫Rowe-Wen Hwang 我是一個作者、靈性教練跟靈媒 今天的話題啊,其實我 在做完英文之後,我發現他有點算是小小的抱怨 我發現我這個禮拜好像都在抱怨 為什麼抱怨呢?就是可能剛好不巧 好巧不巧,這一兩禮拜,真的 是接到太多私訊嗎?還是電郵?還是幹嘛? 都在問個人問題嗎 那其中有幾個比較誇張一點 我個人覺得比較誇張一點的啦 那我就... 可能是我的腦子沒有辦法 邏輯性的思考這種東西 所以我就有些時候就會陷入這種 你知道,就有一點點那種整個性子 會不知道被拉出來那種感覺 然後今天... 今天給你們的例子 其實它不是一個特殊例子 它相不相信 它在大概平均每五封Email裡面 會有一封類似這樣子的... 的情況 那它可能本身在那個... 我不知道它在國外是不是這麼盛行 可是我發現它在台灣 就是台灣或者是亞洲 可能是一個蠻普遍的現象 我個人覺得還蠻普遍的 因為大部分寫信物來給我的都是 亞洲人居多嘛 然後基本上他們就是像說 可能說他們去拜公廟啊 然後公廟的師姐啊 說他們的真命天子是誰啊 然後就教他們要跟這個人在一起嘛 或者是有些人... 嗯...生病嘛 然後看到光啊、天使啊 然後告訴他們要跟... 哪一個前男友、前女友在一起啊 還是... 反正總結起來都很像耶 總結起來都是... 他們透過高人指點 一般都是神仙指點、光的指點、天使的指引 或者是... 你知道嗎 靈魂導師指引 不管啦 反正基本上我要講的是 就是... 你知道 人以外來的外來物 指引 然後告訴他們說他們要跟哪一個人在一起 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就頓時產生糾結嘛 這個照理說常理應該很難懂 很容易懂的東西對不對 哈雀... 很奇怪 哈雀真的 我看到這些人是真的在掙扎耶 所以我第一開始在收到一兩封信的時候 我以為他們是在開玩笑 你知道在耍我嘛 然後感覺是你在耍我嗎 可是 越來越接到越多人信的時候我發現 原來這樣東西是真的可以困惑人家的耶 你知道嗎 所以有些時候 你知道現在版主我已經不像十年了 十年前的我了 其實你們有在follow我部落格的話 應該就很清楚的知道 現在的版主我其實已經是 溫和了80%的版主我 你這個話要是敢在十年前 拿來問我的話 你看我會罵死你 呵呵呵 我不會罵死你 我會這樣當場發文幹屌你 不過 現在版主我的性子有修 人家我有修我性子比較好了 所以有些時候啊 我會回個一兩句 我會告訴你們不要想太多 你懂嗎 我說真的 告訴你們不要想太多 不是單純安慰你的話 而是 我知道他們在說的這些東西 其實是不存在的 你知道嗎 我也很有些時候 心情比較好 多打幾個字 我會告訴你那是他們自己情緒上有問題 你不用跟他們瞎講話 我啊 我有時候都覺得自己講話其實夠清楚 夠明白 你知道 當然這可能是我 自己 自己 這麼以為啦 你知道 可是很奇怪就是這些人啊 我每次只要寫心給你講說 你不用想太多 對不對 他們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問題 你不用跟著瞎講話這樣子 沒想到你們還可以 再繼續回信給我 或自己繼續留言給我 然後告訴我說 可是他們真的有去連擲三杯三杯都這麼說 或是 或者是 他們是在生病的時候遇到這樣子的 的事情 所以一定是真的 我 你知道 版主我現在為什麼這麼難講話嗎 要是十年前的我的話 髒話這個時候就飆出來了 好嗎 現在的我只會說 瑪德 你這麼肯定的話幹嘛來問我 呵 你知道嗎 我要喊喊把他會跟你講 那是他們的情緒在作祟 你還在跟我們吵半天 你在吵什麼啊 呵 你要不相信的話 那表示你自己心裡也有鬼嘛 你想要跟人家在一起 你就回去跟你前男友 前女友附和就好 你寫信來煩我幹什麼 你寫信來煩我你的私生活幹什麼 你要問我你的意見 我當然是給你我忠誠的意見啊 難不成我要講你要聽的話啊 是不是 我今天跟你講這個人 他情緒 他的情緒 他搞不清楚什麼是光 什麼是自己的情緒 我叫你不要理他 你還是跟我吵半天 呵 你當我時間來過是不是 不過 Anyway 今天我們這個先擺一邊啊 擺一邊要講的說 說什麼 我發現這個現象其實是很常發生的事情 因為啊 我覺得那是我們的宗教背景環境 我們宗教背景環境 常常告訴你有沒有高齡指點 或幹嘛幹嘛幹嘛 所以常常你去廟裡啊 就會有師兄告訴你說 啊那個什麼 技工上身說你的生命天子是這個人啊 是你的前男友前女友 你就是跟他們在一起啊 你真的有在看我的直播嗎 你真的有在讀我的部落格嗎 因為如果你有的話 你就應該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的人生是我們自己安排的 那表示說你的生命藍圖 你的人生功課 你的父母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情侶 你的老闆幹嘛幹嘛 都是你自己安排的嘛 對不對 你今天為什麼會跟這個人分手 為什麼會跟這個新的女朋友在一起 為什麼會跟這個人分手 然後又先 現在又 跟有認識新的人 又快要結婚了 你還在那邊跟我兩男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呵 今天如果他們真的是高齡 我今天不要講高齡 今天只要是他們比你還要再高一等等的靈魂 他們就會知道 你之所以會跟這些人在一起 一定有他的道理存在 他沒事進來跟你瞎攪活什麼啊 你懂嗎 他為什麼要進來跟你瞎攪活 對對對你不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因為他沒有必要啊 如果這個人真的是你的真命天子的話 那表示他 eventually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fall in the core 不管你們在相隔多遠 不管你們在中間分分合合幾百次 到最後你們一定還會在一起啊 他需要透過光來告訴你嗎 不需要 因為他知道人生的藍圖鋪陳 絕對會run its core 他根本不需要插手啊 所以什麼時候人家會跟你講說 你要跟誰在一起呢 這種東西叫做人的意思 只有人會這樣子評斷 只有人會告訴你什麼是比較好 什麼是不好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欸你跟這個人比較適合耶 為什麼 什麼叫做比較適合 什麼叫做比較適合 那不就是人比較出來的嗎 人才有比較出來的嘛 不是嗎 就算你今天在問我的時候 你跟我說你給我A對向A對向B 我也是跟你講說 就我個人觀念來講 這個人好像比較適合 那是什麼 那是我個人偏見啊 不是嗎 那你問我為什麼的時候 我還會分析給你聽 那搞不好分析出來的時候 你會跟我講說 可是你覺得比較好的條件 不一定是我比較好的條件啊 那我可能還會跟你講說 對啊沒有錯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只有人類的私心才會有比較耶 你知道 只有人類的私心才會覺得 對 就是只有你了 就是只有你了 你知道我的前男友超好的 超好的我一定就是你了 我什麼都不要管了 你就是我的燈片子啊 我今天為什麼這些故事裡面 有刺到刺到版主我 的地雷嗎 那叫地雷嗎 為什麼會刺到版主我的地雷 我告訴你為什麼 我之前就跟你說過了 版主我是一個阿爾法女性 你知道阿爾法女性 有一個什麼問題嗎 有一個什麼問題嗎 你敢把我拿在天秤上 跟另外一個女人秤還秤不出來 不知道你要什麼東西 搞錯那我替你選擇好了 我替你選擇 以你這樣子格局的人 只適合選哪一個女的 因為你配不上我 你要配得上我的話 你知道 要追得上我的人 你必須要知道我就是你要的 你還敢有私心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還在跟我吵的時候 我其實不想要給你建議 我也不想要給你前女朋友建議 你知道我誰最想要給建議嗎 就是你現在的女朋友 你知道我想跟他說什麼 這種搞不清楚自己要跟誰在一起的男人啊 你就跟他分了吧 這其實才是我最想要給他的建議 因為為什麼 我今天想要跟你現在的女朋友講的是 一個男人如果真的 真的懂得珍惜你的話 根本就不會把你放在天秤上秤 你懂我意思嗎 一個男的真的會愛你的話 根本不會受光 光 靈 靈媒 神明的影響 因為他會知道自己的心要的是什麼 他更不可能會受到前女朋友的影響 也不可能會受到前男朋友的影響 你知道我意思嗎 呵呵 所以 當我在跟你們吵吵半天的時候 版主我很嚴重的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 因為說真的你問錯人了 你問錯人了 我今天坦坦白告訴你 我已經坦坦白白的告訴你了 如果他們真的是高齡的話 他們就會知道 所有的鋪陳絕對都有他的安排 為什麼會這麼安排 因為你在這個當中 有你必須要學習的功課 今天仔細想想 你用邏輯去思考 你根本就不需要靈媒嘛 你用邏輯去思考嘛 你會思考到 你們當初為什麼會分手 當初為什麼會分手 罵了這需要我講嗎 直播不能罵髒話 版主好了 再錄第二次嗎 今天錄不成我們就不要上傳了 可是 我每次都忘記 版主我的能量一激動的話 身旁的電器都會斷電 呵呵呵 這就是 為什麼版主我 都要盡可能保持 平和的心態的原因 因為版主每次我只要一激動的時候 呵呵 身旁的所有電器都會斷電 Anyway 呼 版主我今天要講的是 今天 我覺得啦 一個前男友 或許一個前男友真的是很好 或許一個前女友真的是很好 可是 今天這個前男友前女友 沒有那個膽子 想要回來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你才是我人生中最好的 我真的希望你在我回到我身邊來 他沒有那個膽子過來跟我講 相對的他過來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我雖然跟你分手了 但是神明說我們應該在一起的 呵 你看我會不會給他兩巴掌 呵呵 我沒有興趣跟一個沒有辦法對自己的情感 坦白的人在一起 因為說真的 我們兩個都還沒有結婚耶 我們就要 你就已經沒有辦法對我坦白了 你就已經跟我講說 我們兩個之所以要在一起 是因為 哪一個神明指示 欸你能夠想想看 我們兩個要是以後真的在一起交往了嗎 要是結婚了之後會怎麼樣嗎 你知道 要是哪一天你不高興什麼東西的話 趕快講說 欸神明說你不能這麼做 靠腰喔 你自己喜不喜歡 好 今天是咖啡時間 反正如果我看條太多的話 大家就原諒我 可是我真的不能太激動 因為我在太激動 等一下手機又斷掉了 又不讓我做直播 反正我要說的是 只有一個重點 只要他是正神 他就不會去參與你的感情生活 更不會給你留言說 你比較適合跟誰在一起 因為他會知道你生命中 之所以這樣鋪陳是有原因的 如果有個人是真的是注定 要成為你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的話 他不管你走多遠走多久 中間隔了多少個情感斷斷續續的話 他絕對到最後還是會回到你身邊來 所以要是現在有分手的男朋友女朋友 到你面前來跟你講說 哪一個神明指示說什麼的話 說真的 我今天大...全部大...大... 很多信念走合起來跟你講 那是人話 還是你歸類鬼話也可以 可是那絕對不是神話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那是人的情緒在作祟 你知道我的意思 只有人才會覺得你跟誰在一起比較好 因為那是比較出來的 你知道嗎 所以當我在跟你說 那是他的情緒在說話的時候 請你們不要再浪費時間 跟我在那邊爭辯了 好嗎 如果 你們覺得我講的話 不是你們想要聽的 那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你只要跟我說謝謝 然後你們去找其他靈媒就可以了 好嗎 不然你們再繼續跟我一來一往 然後再繼續為你的前女友 前男友辯解的時候 你他媽的我版書 我真的很想半夜變成鬼去敲你的頭 不過 好 今天是我的咖啡時間 可以隨便我發洩 可是真的不能太激動了 竟然激動到 當直播中斷 同樣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的行列 還是去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我的中文網站 RUOWEN.CA 為什麼很多人都需要別人給自己答案 其實沒有錯 為什麼 自己的情感自己談 不要讓神明來幫你談 好嗎 我們暫時先這樣 今天不是抬頭文 而是冒青筋 所以今天沒有抬頭文 今天是冒青筋 在可憐事 太激動的時候 我的手機還會自動 真的自己會斷 所以我現在會很害怕碰我的手機 Anyway 我們暫時就先這樣子 我們下個禮拜見 掰掰